美好生活的寄予全部放到了别人的身上 首先放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上 我嫁给他可能会好 您失望了 其次放在了儿子的身上 我养了一个孩子可能会好 结果您失望了 再次您放到了未出世的一个孩子的身上 想象了一个人 我养一个女儿可能会体贴我 我有个说话的人 结果失望了 现在又放在了您认为已经开放的眼界里 我不要这个婚姻 我不要这个窝囊的男人 我再来一次我就会好 如果幸福生活是这么简单 靠别人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 因为所有的幸福都是自己一手创造的 我们看到过比您日子过得难的忍 但是日子过得热气啊 有家的味道啊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在您追求幸福生活的时候 麻烦你别忘了本 生活就是这么点逻辑 四十六岁了 四十六岁 如果说过去不努力 现在再努力也来不及了 干重体力活的人 从现在开始 您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 您得保重身体了 已经这么慢悠悠地 过了大半辈子这样的日子了 那就接着把这个日子过好 这个日子过好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婚姻 有些人你是守不住的 主要有孩子呢 有孩子其实没关系 孩子要走自己的路才是对的 如果您真有那个心 您带着小儿子过 我现在都给孩子都什么都没争下 什么都没有 陆琪老师说得特别好 我们给孩子的不是存钱 不是娶媳妇 我们给孩子的是 自己独立生活于这个社会的能力 就一句话 尊重一个嫁给你二十年 给你生了两个娃女人的决定 不要强迫和强留别人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还是回来吧 我实际挺努力 你看不到我的努力 实际我有时候还不对的 请你原谅我 我觉得你也是不容易 但是我也不容易啊 二十年生之间用 我也跟上你也没有好 好过一天 这事情让我想一想再说了 你以后就少捞到我这儿就行 我这就每个公司全给你了 你就看不出我的努力 那我想要想再说了 你以后咱们还是回去过日子吧 我以后会更加爱你 来吧 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当中 都存在哪些真情 或者叫爱的片段 来 让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 我们小儿子老师问你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讲的愿望就是我们讲的愿望是什么 一家四口人在一起过个生日 我们小儿子画着爸爸妈妈哥哥他 画着爸爸喊不高兴 为啥不高兴啊 他平常就对孩子就挺凶的 你就画着他个不高兴 所以您拿着画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让他看看他对孩子怎么样 大哥您那放的什么呀 我放了四张电影票 一家四口看个电影 他一天唠唠叨唠叨唠叨 就后来把这个电影播放去过去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关门 请 请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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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各位请见证 请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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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门